有疾瀑膜 卓越狐狸 這個是我們一直秉承的理念 總是團隊精神服務力進完善 任何事都從病人的角度出發 就是我們養和的文化 一百年來 這個是我們對社會的承諾 養和院在引進頂尖的醫療科技方面 一直都居在最領先的地位 就是醫學發展最前線 目的是受到病人得到最佳的醫療效果 養和的醫療團隊一直都是合作目的 全程支護病人 為他們提供最優質的醫療體驗 一百年來 養和院不斷地求進步 從1922年成立的時候 只有一座大廈 發展到現在已經是一所 橫跨跑馬地址 在廣島東 並持有三十多個專科部門的綜合醫院 多年來 隨著醫院的持續發展 養和也任重導遠 我們會聚專業重責 經驗豐富及知識淵博的醫療專家 提供最先進的醫學科技和療程 致力發揮以病人為本的精神 養和醫院創辦人 李柱芬醫生 是早年帶領醫院邁向成功的舵手 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科專科醫生 也是在香港推動西方醫學發展的先驅 李柱芬醫生的使命 是改善華人社會的健康 我們一直繼續他的使命 包括資助和捐贈醫學院 協助大學培訓醫學生和專科醫生 積極參與醫學研究 並透過社會的服務和時限捐助 回饋社會 六十年代 李柱芬醫生繼任院長 秉承掌卿李柱芬醫生的位置 用心經驗 他更加引用了養和傳統的服務文化 和一份自豪和熱誠的養和精神 為配合當時社會對護士的恩切需求 養和醫院在1927年開辦護士學校 首屆三位的護士是1930年畢業 自此學校為本地培訓 數以千計的護士 護士學校開辦護理課程之餘 亦都與本地的大學合作 提供認可的護理碩士課程 為了提升優質的護理服務 我們和多間海外知名的大學 包括加州大學樂譚基分校 和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等 合辦不同範疇的在職護士培訓過程 務求令到我們的護士 不斷提升護理知識和技能 我深信養和醫院護士的優良傳統 帶給病人和家屬最安心體貼的護理 在人才的培訓以及晉升方面 養和是有一個完善的框架 員工在參與各種培訓計劃的時候 也同時推動了服務的優化 養和也都以人道精神為本 將關懷備致的精神貫穿在所有的服務之中 一直以來我們貫徹悉心教學 團隊精神和互相信任的3T精神 攜手成長 除了護士學校之外 養和醫院對香港醫療教育也不為餘力 養和和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間醫學院 建立了長期合作夥伴的關係 提手培育新一代的醫生 我們為五年級的醫學生提供實習的機會 亦都會為有意獲取專科資格的醫生 提供專科訓練及臨床的實習 我們多年來捐了過億的款項 來支持本地兩間醫學院 設立多個教授席 又和海外大學合作 推動醫療教學和研究 夥伴合作關係對於藥外醫院甚為重要 例如我們和醫療設備製造商合作 就可以令這些最先進的醫療儀器 在臨床治療上發展更新的技術 透過良好合作 有助促進養和與伙伴共同創新 推動持續發展不斷脫臟成長 養和醫院結合科學和臨床專業知識 自力推動醫學研究提升醫療技術和病人互利 我們的醫生和輔助醫療團隊積極參與科研 定期在醫學期刊和國際會議發表最新的研究結果 養和醫院得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認證 是本港唯一一間私家醫院設有國家認可的 腫瘤專科臨床試驗中心 為新約評估提供精確的臨床數據 由創院到今日 養和積極引入先進醫療技術 包括第一代X光造影儀器 電腦掃描及超聲波掃描 亦設立在外受孕中心 成功培育全港首個試管英語 另外我們亦引入正電子掃描 螺旋放射治療 自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系統 將來應用的質子字 養和醫院一直都是接受專業的評核 來確保維持一貫頂尖的水準 養和早年獲了英國醫療服務認證計劃 Trends頒發了認證 自從2010年起 我們也參與了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ACHS認證計劃 院方一直都是持續提升服務的質素 來得符合最高的國際醫療標準 養和設有健全的臨床管治架構 並且定期進行審核和認證 確保專業、客觀、公正 醫院上下均以病人利益為最大前提 醫療團隊一直都透過誇專科創作 治療各種嚴重複雜或罕見的質地 多年來養和一直堅守一個優良的傳統 就是每年都舉辦不同的籌款活動 例如暴行籌款和愛心聖誕大行動 鼓勵全體員工關心弱勢社群 以及支持管港一些非牟利機構 例如兒童癌病基金、長者安居協會等等 前線人員最了解病人的需要 因此管理層和前線人員經常溝通 和他們反應的意見中 了解病人的需要 在病人安全、服務質素和滿意度等層面 有更多的支持 不斷地提升我們的服務水準 若我醫院得以成功 亦有賴幕後一班後勤同事 包括廚師、清潔工及其他同事 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為病人提供優質全面的醫療體驗 養和東區醫療中心也將會啟動 未來三至四年 一間完成的醫院將會全面投入服務 指望將來養和醫院會繼續 移過去百年的發展作基石 繼往開來推動研究 緊貼最新的醫學發展 並進一步深入社區 為病人提供更精準 個人化及成效顯著的治療 第幾項目